某化学反应加入催化剂之后反应速率会增加 何者正确? A. 必为放热反应 吸放热反应加入催化剂之后反应速率都会增加 不一定要放热吸热也可以 B. 反应热的大小不会改变,没有错 因为反应物跟生成物的胃能没有变 C. 正反应速率增加,逆反应速率也会增加 Z. 加入催化剂之后表示有一个活化冷比较低的反应途径出现 对 1. 逆反应的活化冷不会因为加入催化剂而改变 错,会改变 加催化剂之后,正逆反应的活化冷都会降低 哪些正确? A. 催化剂可以改变反应速率 但是不参与反应 错了,他参与反应 B. 催化剂不改变正逆反应速率的比值 这对的 因为催化剂会使正逆反应的速率等比例上升 写一下 正反应,逆反应等比例上升 所以比值没有变 C. 催化剂可以使原本不反应的反应变成可反应 就错掉了 不可以 因为催化剂不改变化学平衡 Z. 正反应的活化冷大于逆反应的时候 反应速率一样加催化剂之后就会变快 E. 放热如果越多 反应速率越快 吸热越多反应速率 加催化剂之后都会变快 F. 反应热不受催化剂影响 没有错 但是反应热跟状态有关 所以会受温度压力影响 G. 加入催化剂不可以增加产量 不改变产率 H. 加入催化剂会影响到正逆反应速率 没有错 I. 加入催化剂会降低低线冷 没有错 也降低了活化冷 Z. 加入催化剂会动能分布曲线 向右已不会 影响动能分布曲线是温度 催化剂没办法 K. 加入催化剂可以增加碰撞频率 不行 增加碰撞频率有温度还有浓度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改 加入催化剂是可以增加有效碰撞分率 A. 使用微量的催化剂就可以催量大量的反应 没有错 M. 催化剂可以改变反应的机构 就反应的途径 可以 N. 在相同的反应加入不同的催化剂 会改变碰撞的方向 所以可以得到不同的产物 对 答案写一下 我们看这一题 温度跟催化剂可以改变什么 第一个分子动能分布曲线度 这是温度 活化冷催化剂 明天 通证 麻烦 进去 转发战 这